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联盟于南火箭的比赛前,三杰就已经打花了,核心尼古拉约基奇末节,是一分钟没打,约老师就是联盟的第一中锋家,MVP第一热门,三杰27分钟,12中时,3分1中1,罚球9中8,拿下29分,16篮板7主攻2强断,16个篮板里,有6个前场篮板,命中率83.3%,他这样的效率值,也令火箭内线群组颜面尽失。 不过此一约基奇身边的小麦克尔,波特,也光芒万丈,波特在手节,就命中了三个三分球,而结束前一分15秒,这季三分球,是一个甘拔三分球。 他2.08米的身高,地盏2.14米,面对比他矮小的对手,他的甘拔很有杀伤力,他就像是凯文·杜兰特一样,无视防守的出手。 全场比赛,波特31分中,13中期,3分7中4,罚球4中3,拿下21分5篮板,一助攻1强断,命中率53.8%,3分命中率57.1%,他得分效果极高。 这七个竞球,只有一个是在三秒区,他还是,更加擅长投射。 上一场,对阵热祸的比赛,小波特效率值,也很高,全场比赛,14中10,3分6中3,拿下25分,10篮板三盖帽,命中率71.4%,3分命中率50%,也就是两场比赛,合计27中17,3分13中7,命中率62.9%,3分命中率53.8%,绝经记者安迪贝利, 评价麦克尔波特,他就像是,6尺10寸的克莱汤普森。小麦克尔波特的投篮效率,实在是太出色了。 升高2.08米的他,不管是命中率,还是3分命中率,都很稳定。 本赛季波特场,均30.7分中,拿下17.6分,7.7篮板一助攻,0.65强断0.93盖帽,命中率53.8%,3分命中率42.7%, 只可惜罚球命中率76.7%,无缘180俱乐部。但对于一个,以投射为主的运动员,来说已经很好了。 在穆雷受伤后,不少人觉得约基奇的MVP难了。因为穆雷商品,绝经少一个进攻,发起点加,得分点。 约基奇一人难以稳住,绝经在西部的棋位。但小波特,越来越稳定高下,这无形中,为约基奇拿下MVP做了双重保险。 文言小白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